加拿大王家騎警驅捕兩名男子 他們獲得在伊朗基地組織協助下 企圖在多倫多地區破壞火車運輸交通 在利比亞首都的麗玻璃 法國大使館受到汽車炸彈襲擊,造成兩人受傷 伊拉克順尼派示威者和保安部隊發生衝突 至少有26人喪生 據以色列軍事分析員說 敘利亞政府曾經使用化學武器攻擊反對派 墨西哥考古人員利用機械人 在特奧蒂瓦坎為止,發掘出3個古代防空遺跡 英國足球隊曼聯的球迷慶祝曼聯獲得第20次英超聯賽冠軍 正臨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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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在共產生 正在網站上